我老公第一次跟我回我娘家的时候 自己家养的猪 他连续吃了三块 我们以前南方洗澡 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吧 他每天洗澡 我也有点无法理解 嗨大家好 我是杰妮爱吃锅 我现在要准备吃我的晚餐了 因为我婆婆给我买了一份 非常好吃的便当 你们一定有吃过 这个 副状元猪脚 哇塞 超级豪华的 看到了没有 这是一只猪蹄 看到了这只猪蹄 让我想起了我老公第一次跟我回我娘家的时候 这是怎么样呢 她跟我跟我一起 我把它带到我的外婆家 然后我舅妈 那天我舅妈煮饭 然后呢我舅妈煮了 煮了很多很多菜 然后那个菜里面就有一份猪蹄 我们江西的猪蹄 它是白卤的 它是没有这样子酱油色的 是白色的 我老公吃了一块 他跟 然后呢大家问他怎么样 好吃吗 然后他跟人家说好吃好吃 然后我家的长辈们 连续给他夹了两块 所以那天他总共吃了三块 最后他回来跟我说 我吃了三块猪蹄太可怕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吃 连续吃三块白色的猪蹄 我们那边的猪蹄 一般是这样子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呢 然后把它用盐先腌 腌好了之后呢 然后就这样子炖煮了 它不会像这边一样要炒色 用醬油用糖把它炒成金黄色 不会像这样子 所以呢 而且我们那边的猪蹄又很大 自己家养的猪 他连续吃了三块 我说怎么这么傻的 你就说你不要吃就好了 我也以为他真的很喜欢吃 我看他吃得挺开心的 结果回来跟我说 他真的吃到后面有点怕 二十几岁懵懂的青年 真的还蛮逗的 第一次跟我回家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很紧张的吧 他一个人 然后呢去到我们家 那么多人的地方 然后大家讲话他还听不懂 感觉跟呆子一样 然后呢那一年他回我家的时候 我们那一年下雪了 没错江西下雪了 呃他穿了三条裤子 然后呢从台湾穿了一件那个 非常厚的羽绒服 穿得跟公公一样这样子 我完全无法体会到他那种怕冷 因为我们已经动习惯了 我在江西的时候呢 冬天里面穿短袖 外面穿个羽绒服 这样子 然后一条牛仔裤 我真的无法体会 无法理解 他为什么那么冷 三条裤子 跟我说 好冷啊 还有没有衣服 其实江西的温度还好 冬天的时候最低最低也就零下八度 零下九度 嗯 会结冰会下雪 但是呢你要说多冷吧 我觉得是还好 可是很多北方人说去到南方说 南方会去到南方的冬天会冻成狗 他们说南方很湿冷 湿冷嘛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们已经冷习惯了 我这个南方人其实冬天最煎熬的就是 嗯 上厕所 我一直觉得我们江西是不冷的 可是后来我来了台湾之后 然后我再回去 我觉得好冷啊 很冷 我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戴口罩 因为鼻子会冻到真的是 呼吸都是干燥很冷 真的非常冷 那一年我女儿跟我一起回家了 五岁 那是我弟结婚 然后跟我一起回家 那个脸整个冻到真的是 到时候给你们看照片 这几天台湾刚好又降温了 嗯 其实我觉得是还好啦 就前一两天那个风有点大 然后我听到网友们都说好冷好冷非常冷 哈哈哈 我觉得我还是蛮感动的哦 台湾的冬天 嗯像我在这边住了十年我觉得它不冷 就是风比较大 风是真的大 你骑机车那个风 会往你的衣服里面透 然后往骨头里面装 往皮肤里面装 不骑机车是还好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冷 对 就是洗澡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的冷这样子 但是都可以接受 其实还不算冷 因为 差不多温度都十来度最低 最低十几度 就已经算很冷了 那在我们江西的话 洗澡那脱光了之后 那真的是好冷好冷 我们以前南方洗澡 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洗是吧 而且我老公听到就说受不了了 大部分都这样 就是洗一脸 然后再洗一洗 然后就差不多了 一个礼拜洗一次 后来呢 现在回去就是每天都洗澡 因为已经洗习惯了 所以我老公去到我家那时候 他每天洗澡 我也有点无法理解 为什么 现在那么冷 嗯 这家便当真的很好吃 而且里面有那个霜水 很解腻 酸酸的 而且他还有豆腐 这便当不会写 我觉得很好吃 刚刚好 这个猪蹄 其实我是 在江西是不吃猪蹄的人 我是猪蹄 只吃中间的那一个 那一个瘦肉而已 来到台湾之后 我才敢吃猪蹄 所以我当时看到我老公 连肯三只猪蹄 三杰猪蹄 我觉得很牛 非常厉害 真是太好笑了 事后他才敢讲 因为他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 不好意思吧 台湾人就这么客气 不好意思 谢谢我的干杯 硬生生的 吃掉了 时隔这么久 我每次想的都觉得非常好笑 怎么这么逗的呀 一个小伙子 大家都说 大陆女生嫁来台湾需要勇气 可是我觉得 台湾男生要娶大陆女生也是需要勇气 对 因为你也要去适应另外一个 完全陌生的家庭 而且完全陌生的地方 真的 都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 台湾男生能够自己去大陆 然后又把我们带回来 我觉得真的 不简单 有眼光 BOO 还有 我们江西不是都喝白酒吗 高粱酒 然后呢他喝一口就不行了 笑死我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在我们江西它是有很多很多的甜 特别是我们江西上老一阳那边 对 昨天跟我妈视频 我妈还说 最近没有跟我外婆视频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舅舅在忙 我说忙什么 因为她做了五六十亩的甜 最近那个就是稻子 稻子成熟了 要去收割 所以比较忙 然后那一年刚好我先生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家 我舅舅他们就是要把那个 因为我舅舅那时候养猪了嘛 养猪大货 然后呢把那个 呃是粮食 把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我弟呀那些表弟嘛 那都去了 包括我姐的老公 就是我的 姐夫 表姐夫也都去了 然后我老公也去了 然后呢大家都扛一代两代 然后我老公只能拎一小代 然后我说 诶你怎么 我说你还好吗 她说不行了 我怕想到腰 真的你看 一个 一个台湾人 要去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呢 去跟那边女生交往 然后再结婚 然后你也要去融入 那边的地方的习俗 真的哪怕是自己真的不适应 不习惯 却还是要去做那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真的 不容易啊 这两个人都不容易了 然后又两个人都在一起了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太轻易的放弃 毕竟我们当初是那么的不容易 然后才走到一起对不对 这两个人都不容易了 然后又两个人都在一起了 然后又两个人都在一起了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太轻易的放弃 然后呢离婚的 然后有些男生觉得大陆女生不好 所以有些大陆女生觉得台湾人生不好 总之呢我想要表达就是在一段婚姻里面 女人也有女人的辛苦 那男人也有男人的不容易 所以呢一段婚姻想要继续走下去 那大家都要稍微包容一下 体谅一下 对 毕竟我们当初 那么辛苦的走过来了对不对 所以不要太轻易放弃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订阅点赞和分享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子就能够随时接收到我的新讯息了 嗯 是这样吗 好拜拜 帅哥我问你如果再一次回我家的话 你那猪蹄还要吃吗 要啊 还要吃哦 所以你喜欢吃江西的猪蹄 还好 还好 到底喜不喜欢 可以啊 可以 好 他喜欢吃我家的 下次可惜让我妈多做一点 好好招待她这个女婿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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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